从天玉山到苏杭的实验室 芸汐一路都在看向远就给她的资料 资料里边 韩红斌的所有出入境记录都没有到过F国 即便韩红斌不是鳄鱼 可她最近太过安分了 也足够让芸汐起疑 不管是不是她的人 把病毒样本带到了F国 这唯恐天下不乱的行径 死一百次 都不足以消心头之恨 合上手里的资料 芸汐抬眸朝驾驶座上的人看了眼 小鸟 如果我去F国的话 你不会拦着我的吧 凤丸鸟面不改色的朝后视镜里的人看了眼 青羊红唇 那你希望我拦着你吗 不希望 而且 如果我真的要去 你也未必能拦得住我 哼 那不就得了 如果你真要去 我都是不反对 为什么 芸汐有些意外 她还以为凤凰鸟 奉了木飞驰的命令 肯定会不择手段地拦住她的 这是真正的战场 没有上过战场的人 不会明白胜与死的界限 既然你和老大注定了要在一起 并肩作战 反而更加能磨合出你们两之间的默契 也能让你离她的世界更近一些 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啊 从来都是带着血腥和硝烟的 你只有懂了 才更加能够明白 老大身上肩负的责任和担当 这是一个很好的磨练你的机会 你想跟她站在一起 那你就要有足够的能力 能当得起这个少帅夫人的头衔 当一个掌权夫人 她不必经历这些 学点应付商人的手段就行 可若是要当好一个少帅夫人 这些血腥 这些磨练 她就必不可免得要尽力 要去面对 我明白了 憋开头 云七看向外头的茫茫深山 一点一点地坚定了自己的心 两世为人 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清醒 这般冷静 车子刚开到了苏杭的别墅门口 接到消息的苏杭 急急忙忙地跑出来来人 挪着身子挡在了大门口 顾奶奶 你还真来啊 不然呢 请了专家教授过来吗 云七抬手拨开了她的手臂 跟回自己家似的 静止地往里走 苏杭坚拦不住了 索性也懒得做样子了 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地研究 病毒疫苗的时候 他正想着她来帮忙呢 要不是少帅下了死命令 他连废话都不想说 上一次 研制疫苗的那批专家都请过来了 全部都在实验室 我们已经熬了一晚上了 刚刚分离出病原体 等会儿 准备做活体实验 啊 你调一份实验数据给我 我先看一下 两人旁若无人地边走边交谈 直接把凤凰鸟撂在了后头 看着那道 渐渐冷静下来的身影 凤凰鸟突然有些明白了 穆飞驰的选择 这个小丫头 将来必定能够 更加骄傲地站在她身边的 她有着足够的底气和勇气 那份孤勇 在她这个年纪 尤为难得 F国交战区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轰炸 整片区域盲目穿移 大片的住宅区 已经一味平地了 剩下的高楼 也都被炸得摇摇欲坠 浓浓的烟火 燃烧着建筑上的木头和布料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 暗蓝的天空 被战后的硝烟充斥着 浑浊而阴霾 木飞驰带着两个小队 从运河上登陆后 在当地坚硬的中间人那边上了车 一边让灰狼利用卫星定位 搜索李子兰他们的下落 和F国的战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